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确诊数降不下来 光两天内死亡人数就达6人 5名男性个案中 年龄最大的70多岁都有慢性病 不过还有一名女性案2384 17号出现呼吸产 家人说她没有慢性病史 而这6人从发病到死亡 只有短短3到9天 可见年纪越大 是死亡率增加的一个危险因子之一 所以另外还有英国变种病毒 它的传染力比一般的 新冠肺炎病毒还来得强 传染力越强也许会增加它的死亡率 值得注意的是 这6例当中有2例是死亡后才确诊 医师提醒要小心快乐的缺氧现象 也就是身体发生低血氧 但患者却没有呼吸困难等症状 以致延误就医甚至猝死 那目前全台共有4322例的确诊个案 累计死亡共有23例 换算死亡率约0.53% 那6位当中有5位也都具有慢性疾病 因为慢性疾病会导致全身的免疫系统会下降 慢性疾病也包含了三高糖尿病 心脏病高血压以及肾脏疾病等等 这些都会增加 可能会导致肚酮器官衰竭的机会 摊开本土病例地理分布图 今年至今台湾本岛只剩下台东县 苦手净土 嘉义县市确诊数各变为一人 新竹市南投县警戒灯号也一夜变色 如今就判能广大施打疫苗 达到群体免疫 就此降低确诊率 三十人简容几成要容 台北报道